民间乡田载村连郊巷其中一条重要产业道路 长久以来因为路面严重破损加上老化严重 不仅影响农民的农产运输 也影响涌入人安全 经过民众陈勤后 先元张婉池 林如央 日前也与县长许淑花等人前往会刊 期盼协助改向问题 我们南投县民间乡这边 其实有非常多的农路 就是年久失修 真的很需要我们县政府来帮忙 那婉池有接获到陈勤 在我们的民间乡的田载村那边 有相当多的农路要来做改善 那也感谢我们的徐淑花县长 接获到我们的陈勤 那也安排了会刊 也签准的来答应我们要来重新来铺路 那也感谢我们的徐淑花县长的县府团队 那也感谢村长的用心 县院张婉池表示 平时在基层走访行经尺路时 发现路面有凹凸不平 路况不加等情况 而尺路往前延伸不仅有达苗关爵士 更是农民运输农作物的必经道路 相当的感谢县长能够听到地方的需求 立即前来会刊并与诺感善 那婉池其实平常时呢 在我们的天台村那里在跑行程的时候 其实开车的感受最深 我们的农路呢凹凸不平 那尤其是在上面的是我们天台村的大庙 我们的关爵士 那道路非常的残破不堪 那当初婉池也是收到了我们的村长的陈情 那婉池就马上的来安排了第一次会刊 那在日前呢 县府团队也安排了第二次会刊 县长到县场来厂刊 那也发现说 我们的村民朋友们有需要这样子的建设 那也答应了我们的改善 在会刊过后 县长许淑华也表示 感谢张婉池议员对于地方的关心 了解到地方的需求 而县府这边也会加紧脚步 请相关单位规划来改善 保障民众的拥入安全 记者邱明俊 民间箱采访报道